您在这里,在这个小区里面住了多久了? 30多年了 哦,这边住的环境还可以吗? 在时代发展了嘛,这个小区已经老旧小区了 而且这个房子是,我们说呢,叫知性礼,是宋庆龄当时造的 哦,宋庆龄那个时候造的? 这家新业银行,我们这叫知性礼,是宋庆龄投资的 哦,这属于工房对吧 这属于租赁房 租赁房?本来应该是,产权应该是宋庆龄的 那么他走了以后嘛,国家,我们这房子都是自己买下来的 现在是自己买的 但是后来嘛,就国家收为他有了 嗯,现在就是,国家收了以后,现在租,突出给你 我们就是属于租赁房,每个月要交租金的 哦,这样子? 不可以买下来的 哦,因为这个一栋房子要住好多人家了 是吧? 嗯,不是一家的 这一个大门进去大概有几户人家 这边大门进去就一家 但是这个房子是前门后门的 哦 所有二楼都是后门上去 前门呢,就是往前门走 这都是自己改造过的 真正的这个房子,这个门应该是原始的 应该是这样的 师傅门应该是这样的 黑色的门的 黑色的,两扇的 哦 你不要看这个房子,这个木头啊,什么 应该比现在造的房子好多了 这么多年了,你想想看,多少年了 快接近一百年了 对啊,那还能成成这样 现在的这个小区造的早一点都多一趟 嗯,那当时的材料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先进 对,当时用的都是石木啊 对啊,对啊,是吧 嗯,但是现在嘛,没有好好的保护嘛 里面晒衣服都是晾在这个地方 要看的,底头嘛,没地方晒 家里都没有阳台的,对吧 不是,每一家都有的 你看这个应该是个阳台 但是因为房子紧张嘛,人家就把它搭掉了 这个是吧 搭成一个房间了,一个屋子了 你看,有的人家就是有阳台 你看,这边看上去就看得见 你看,这边就是阳台,就空着,可以晾衣服的 那这一家呢,他就把它搭起来 就做了一个房间,顶楼是吧 嗯,就这样的,知道吧 有的人家没有卫生间,以前都没有卫生间的 那么要搭一个卫生间就在这,你看 挑出来一点点地方 哦,做了一个小小的卫生间 这都是自己搭建的,知道吧 是这样的 现在有卫生间吗 没有,都是自己在这弄的 这个房子因为好多人家一栋 都要大家协商的 因为什么这个公用地皮很紧张的 你也要搭,他也要搭 哪来那么多空地啊 嗯,对吧 那么你就圈在自己家里,圈一块地方 你看,你看这一家 他就在自己的屋子里面搭一间 哦,这个就是卫生间 这个做个卫生间 本来应该是个天井,知道吧 哦,这样子 嗯,知道吗 一楼基本上都是晾在这个锅道里面 那我带你到我们家来看 好的,好的,好的 我们家基本上也没煮,没什么冻火 稍微 哦,保持原汁原味的 基本上还是这样的 嗯 这个门是后来开的,对吧 后来弄的,因为都烂掉了嘛 就去改造的时候弄掉 嗯 几天呢 就这样的 哦 这个是个厨房 哦,原来就是个厨房 原来就是厨房 但是很多,如果你 我们是一家人家住这一栋房子 如果有 这个一栋房子 住的最多的就是五户到六户人家 嗯 那么五户到六户呢 就是大家就分好的 一楼在这儿做烧饭 二楼在这儿,三楼在这儿 嗯 就是这样的 所以地方是不够用的 哦 要到楼上去呢 就是往这儿走的 您家还有楼上啊 有啊 我们家有 哇,您家房子蛮大的 我们家比较大的 对 您家房子有多少个平方啊 大概80个平方 居住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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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面积还不算 那那算大的了 在这个 在这个小区里面算大 就 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家 这个一个小区 就我们一家是 一户人家住这么 整个一栋 哦 原来这个房子是您家祖上买的是吧 祖上买下来 以前是买的 后来的 后来的国家都收去了 他说是他的 哦 那怎么办 对吧 80个平方,我看了很多小区 老小区里面有80个平方的不多的 不多的 不多的 我们当时 十根金条买下来的 四几年的 四几年的 解放钱是吧 解放钱 十根金条买的 嗯 哈哈 阿姨,你家房子真大 不大也就这样吧 稍微改造 稍微弄了一下 也就破旧不堪了 你可以啊 这边不是个后天井 过来吧 好的 这边是个后天井 搭了一个卫生间 这是个天井是吧 这是两家人家后面的 有灯吧 有啊 那我们现在堆着东西 在里面 哦,这里是个 搭了一个卫生间 搭了一个卫生间 哦 那很多老小区里面 家里面还在倒马桶 对啊 我们这也有很多人家倒 如果你是五六家的话 那这个卫生间给谁用啊 对对 对吧 大家都要抢这块地方的话 就大家都不能搭 不能搭嘛 就倒马桶 那这边呢 这边是你们的客厅 对啊 就这样 这个房子呢 老实跟你讲 以前的这种房子呢 客厅呢 就是你们电视机看的 电视机看的就是 在门开 去带人的 这个天井呢 就归这一家所有的 不是大家所有的 哦 那么如果你没有卫生间呢 我们这边也 也搭了一个卫生间 这儿太潮湿吧 哇 你们家这个客厅还是蛮大的 客厅呢 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有的人家有弟兄几个嘛 就这儿拦起来 这儿拦个走廊 老大住这儿 老二住这儿 远护人家 有的人家呢 还搭个个楼 楼上再租一个人家 我看这个楼层 这个蛮高的 蛮高的 是啊 这后面是什么 天井啊 哦 您家还有一个天井 每个人家都有天井 都有 但是他们是公用的 对吧 不是公用 就是人家困难嘛 就搭起来 可以做成房子的 哦 这里还有一个卫生间 哎 我们这儿做了一个卫生间 因为那边卫生间 到了梅雨天呢 太潮湿了 对对 我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小厨房 小厨房 对 哦 哇 这个房子 这是你们家二楼 就住在二楼里面平时 二楼底楼都可以住 冬天稍微暖和一点 底楼夏天凉快一点 是的 这房子有这样的 在上海市区老小区里面 有这么大的房子 算是很好的了 对吧 那大的人家也有 这个门都是以前的吗 对 这是我们原汁原味的 有的很多人家都改到弄 玻璃也是以前的 对啊 都没怎么动过 没怎么动过 嗯 嗯 阿姨讲话很优雅 阿姨您今年 鬼根呢 我七十多了 七十多岁了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老了 皮肤都蛮好的 我身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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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今年七十岁 七十三岁了 七十三岁了 我身在这里了 您出生在这里了 住在这里了 哦 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不行 现在就您两老住在这里了 还有还有 还有兄弟姐妹啊什么 他们礼拜天呢 他们就来 兄弟姐妹这个房子 他们也有份的 是吧 户口在这儿都有份 户口在这儿 户口不在这儿就没有份 但是因为是父母的嘛 就是大家现在都可以住 嗯 对对对对 这边嘛就是自己改造过的 就把门换掉了 换掉了 换掉了 就变成这样 都是自己改造的 但你换掉以后 我们在那儿 如果老房子 老的门嘛 这个是吧 嗯 都是自己换的 有的人家换 有的人家就没有换 那个黑门好看 黑门嘛 就原汁原味 它原来原始就是这样 嗯 四孔房子 这个前门就是在黑的 黑的 这个门就是前门 我们基本上没动过 嗯 你看 我们这上面是晒开 这边就是把它造起来 就做了厨房间 跟卫生间 一般 楼顶上可以上去吗 可以啊 可以上去啊 嗯 这个楼梯的设计都蛮好的 蛮宽的哈 还可以吧 嗯 这间的就是跟底下厨房间一样 很 哦 这是一间卧室 也不是卧室 以前这个房子规定就是 医护人家一栋都是医护人家的 哦 这个原来是一个 应该是应该是那个那个 做做那个那个厨房间啊 储藏 储藏 储藏东西的 嗯 储藏室知道吧 真正的卧室呢 这儿是在二楼 哦 嗯 是在这边 这就跟底下一样大 这间卧室大 就底下上面一样大呀 哦 你们现在是不住在这个楼上的 住啊 也可以住啊 也可以住 但是嗯 对 兄弟姐妹过来住住是吧 对啊 您两老就住在一楼 啊 三楼也可以 这采光很好啊 这么大的一个玻璃 对啊 挺好挺好 这就是一个赛台啊 哦 这是个赛台 这边嘛 是别人家的 搭起来吧 隔壁是别人家的对吧 对啊 哦 挺好挺好 就这样子 涼涼衣服 嗯 种了很多植物啊 还种了 弄的完了 现在种了花草 你看这家 这家就把它搭起来 也种花 哦 这都是这边 自己把那个 底下搭起来 哦 很多人家那个天井搭起来嘛 就 就种花了 哦 哦 那个楼顶上还有一间房 楼顶上有人在那睡觉 哦 楼顶上面就跟这边一样 这房子都一样的 楼顶就是这样 小阁楼对吧 小阁楼 属于半层的那楼 对半层的 你们家房子像这种石库门房子 一家有这么大面积的不多的 真的不一样的 我们家待遇不一样 我们家他父亲高级知识分子 所以有这个待遇 是国家干部吗 教授 大学教授 大学教授 哦 是老教授 对国家有贡献的 所以 哪个大学 同济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是挺不错的 是 老教授 现在老父亲不在了是吧 不在了 阿姨年轻的时候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啊 也是 我们是插队咯 我不是你想想 我们家 哎呀 不谈了这个文革当中受冲击嘛 您是插队落户去了 我没有去插队 但是文革的时候我父亲招了殃嘛 他们家当时他们家的文革的时候 楼底下抄家什么全部给人家占据了 后来若是正式还给他们的 哦 您没有插队落户 哇 我没有去 但是我就在家里待了很多年 不分配 因为你家庭出身不好 不好 没工作 哎对啊 嗯 后来到了厂里面去做了 没多少年了 这厂也倒闭了 太糊涂 嗯 不是太好 现在你们可以混混嘛 您先生呢 他也是厂里做的 他的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 那我们就逢上这个时候了嘛 逢上文革的时候了 他是48年 我是50年 哦 正好赶上 正好赶上这个时候 哦 阿姨看上去像个文化人 哇 嗯 我们家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嘛 我父亲也是一个教授 您是出自在书香门第啊 是啊 那有什么用呢 文革的时候吃足苦头了 我父亲妈怎么说呢 也受到了冲击对吧 弄死了 国家弄死了 嗯 就红卫兵是吧 嗯 夫妻两个家庭都是高知识分子家庭对吧 对啊 我姐什么都是国家干部 都国家干部 对啊 都是国家干部 央企 她读到大学 她读到大学 她比我大了很多了 您读到 我高中 读到高中 读到高中 老三季就那个时候的 对啊 正好干的老三季 对 嗯 冬元山山下巷 那时候我母亲们年纪比较大 身体不好 我就没去 就留在家里 家里面也冲击的很厉害 就这样 也经历的不少 对啊 没办法 她的父亲同居大学建筑系嘛 建筑系的 嗯 陈冲周啊什么 你应该知道吧 那应该网上都可以查得到的 对啊 对啊 那个那个 清浦大观园什么 都是他们设计的 搞建筑学 像林徽英呢 那个梁思成 他们也是搞建筑的嘛 对啊 哦 所以对这个房子 还比较了解 嗯 非常感谢阿姨跟我讲 谢谢 您下 我先下 这上面是一间房子对吧 一间房子对 嗯 放心啊 没关系 慢点啊 你想想这一家呢 要不然的话三楼一家 对吧 这边一家 这边一家 楼底下一家 楼底下有说住两家呢 正常的他们一一栋房子 里面有住三四家人家 三四家算少的 五六家都有 反正赛台搭起来也是一家 一家 你知道吧 很多了 行ena 一切都演出 二局 还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